对船上的官兵陆续来进行抗体检测 而现在呢他们就特别验了五位曾经发烧的人 这是当时军方有记录他们发烧 而且呢曾经就诊过 而这五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但其中的三个人呢是有抗体的 这也就代表说这三个人他们曾经遭受到感染 只是最后康复了 所以现在呢是呈现阴性 也因为呢身体的状况恢复 所以这三个人并没有算在确诊数里面 只是很多人在问说 检测抗体要针对这么多的阿兵哥来做检测 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张上纯告诉我们说 其实虽然不能够确定感染源 但起码大概可以知道 全船到底有多少人曾经遭受感染 上面的群聚感染是境外移入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等于是找不到感染源 你也不太确定 他们是不是在帛琉遭受到感染 现在有医生也说了 感染源是在帛琉的几率并不高 依照现在发病的时间点来看 他们离这个感染的帛琉这个时间呢 离得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呢现在连帛琉的卫生部长都说 病毒不在帛琉 因为当地根本没有人有症状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零确诊 而且呢当地的人检测都是阴性的 只是来台湾交换的一位帛琉女大学生告诉我们 其实当地的医疗体系相当脆弱 只要出现第一起的确诊可能就会大爆发 时间区段是在15号以后 因为疫情警示的简讯通报的也都是15号之后的日期 没有想到这个时间点却被高雄的台南的疫调打脸了 他们一调查才发现了原来14号就已经有官兵下船放假 甚至呢台南的这位确诊个案 他是14号外出营区呢 外面的超商买东西 然后又回到了船上隔天再跟大家一起放假 所以他们前一天就外出 不管这是偷跑还是公出甚至是请假 都已经造成防疫的漏洞 显示军方太过轻忽 在军人终于有口罩可以戴了 而我们呢这个口罩实名制3.0也正式拍板 在后天就会上路了 以后你要买口罩除了到药局排队 或是用APP预购 现在呢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在超商预购 然后呢再到超商取货的模式 所以如果比较下来 哪一种比较适合你呢 我们来告诉你 口罩实名制3.0 4月22号就要正式上路 这次你不用再携带手机操作APP 而是带着一张健包卡就搞定 抢先到超商操作给你看 第一步就是到口罩领取专区 插入健保卡 晶片向上直到绿灯转红灯 紧接着输入手机号码 就能点选要预购的口罩类型 最后一步带着你的小白单结账 就完成预购程序 特别的是3.0 这次可以付现金 整个流程平均一分钟就搞定 好 我要够够 记得来领口罩哦 够完够之后店员会给你两张单具 一张是你的取货序号 另一张就是优惠券 只要带着这个单具 下个礼拜就可以再来领口罩 不过单具弄丢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再去事物机操作一次就可以 这次实名制3.0开放22到24日三天时间预购 取货时间则为4月30到5月13 把两种模式比一比 3.0要跑两趟超商 一次是预购 一次是取货 但好处是不用操作手机 并支援现金结账 至于健保快一通APP 好处是随时随地手机付款 但缺点是忘记缴费就白忙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人 他可能不太会用网络的部分 那他就可以直接做现场的 省购这样子 我觉得是相对便利的 因为我们之前要转账的动作 我们才可以到这边 那现在的话是我们直接到超商 然后就我们直接先预购申请 然后直接到这边做付账的动作 会比较方便一点 买口罩的方式又更便明 指挥中心指出 这回口罩供应量可供333万人使用 目前不用抽钱就能买 看来在3.0上路之后 买口罩管道 有药局APP跟超商三管齐下 要把效率发挥到最大 东三新闻徐淑明流之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消息 中央车报道 意大利有政论的杂志爆料 教廷正在秘密安排 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大陆 而这一本杂志叫做真相 他的报道指出 范蒂冈的国务院长 正在秘密安排 教宗访问中国大陆 而且第一站就是武汉 而且跟北京关系良好的 意大利政府也积极促成 只是现在这个消息 教廷方面并没有多做证实 川普上个礼拜说 要暂停金元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他们都在替中国大陆说话 是在不值得美国这个最大的金主 来继续出钱 但是各国领袖可不这么认为 像是先前的G7七大工业国会议当中 包括了梅克尔布鲁道 他们都不赞同川普在全球 忙着防疫的紧要关头 就彻底断绝对WHO的援助 工作或者是变相的减班 调降薪资等等的 所以南投县政府就举办了 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实行158块 一个月最多可以赚12000多 只有吸引了好多人来抢这样的工作 在当地的台湾人告诉我们说 当地有一些底层人民没地方住 或者是需要出门觅食 是不可能遵守封城禁令的 所以可能也会成为防疫破口 现在台湾要演你派出包机 接回印度台人 让他们非常振奋 个案 他们并不是舰队上的士官兵 而是20多岁的海外就学女性 所以现在全台湾累计 已经有422人确诊 好的雨时入观众朋友 今天天气可以说是南北大不同了 受到微弱封面通过北部海面的影响之下 北台湾今天有凉凉的感觉 可是南台湾确实好热 而明天的天气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雨区暴徒了 因为明天有另外一道封面通过 那明天的时候上半天迎封面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的话 会有一些降雨 到了下半天开始 包括东部地区 还有包括山区的部分的话 也都要留意 而封面过了之后 东北季风就会增强 未来一周 特别要留意 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时候 受到了东北季风 还有华南雨区 东翼的影响之下 水气一波波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 跟宜兰地区 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 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水气才会逐渐的减少 各地降雨会减缓下来 温度方面变化 我们来看到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 要留意的就是 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的话 低温下滩154度 中南部的话 高温也会开始缓步下降 礼拜五的时候 特别勇敢 时间还给雨时 有网友翻出了 立委吴思怀 在三月底的直循画面 当时他就非常关心 海军的防疫情况 而当时军方还强调 他们都做好了准备 海军爆发确诊情况 成为防疫大破口 但时间往回推 潘石舰在这趟航程当中 早就有人提出警告 我们的敦目舰队 现在出去到目前为止非常平安 也到了帛琉 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 要求我们的敦支 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 如果有确诊案例 我们的下一个港口 要不要有应变计划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三月三十号在立法院 直循海军时 就问到磐石舰的防疫状况 而这个时间点过没几天 四月初就爆发 在船上的案397 这名士兵出现头痛 流鼻水 以及咳嗽等症状 现在我们都一切安全 都是平安的 人员都经过相关的检疫作为 确定人员健康 我们才出去 怎么问军方都说状况OK 防疫状况没问题 就连爆发确诊的前三天 四月十五号 磐石舰士兵抵达台湾 全冤下船的这一天 军方态度依旧如此 他们现在身体状况 都有没有问题 报复员都没有 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就可以宣布休息了 是不是还是军兵 昨天已经进行检疫了 没问题 信誓单单的挂保证 各界一而再再而三的市井 却还是爆发海军确诊的情况 这让人质疑 军方是真的在状况外 还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当然像黄奥泽罗王哲 在台报导 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发现 透过了抗体测试指出 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 可能远超过官方数据的 50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